我吃一次我沒跳 所以接下來我們現在的濃度就有定義囉 所以我們說 欸 什麼是濃 什麼是淡 那你喜歡這樣子的濃度嗎 還是你覺得還是太淡了 喜歡喝到更濃的 那你可以磨更細一點 那我們需要這五個變音 如果你覺得今天濃度不夠的話 要怎麼調整 那濃度太多的話 太濃的話要怎麼調整 大家心裡就要一個點 那我一直感受一下 好 就讓他感受一下這個濃度的差異 那AA競貝理論讓你覺得定義到1.15 是你喜歡的濃度嗎 還是你覺得說 不行 這還是不夠濃 我選擇喝喝的更高的 那就由大家來接近一點 喝完這杯咖啡啤水 為什麼要喝這個什麼 在下 讓大家操作喝這個咖啡呢 因為今天的重點要 就是這一張圖表 這就是今天最複雜 就是要提到的 第一張圖表 這個 Ria 先幫我準備個計算機嗎 對 幫我準備個計算機 對 幫我準備個計算機 大家這樣子也可以調一下 出來一下 我來知道大家怎麼解釋 看起來有點複雜 看起來有點複雜 對 這張圖表 大家先 來 看到他的頭軸重軸 下面他一個 十四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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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這個下面這一排呢 就是在講咖啡的萃取率 萃取率 它只有從十四%到26% 如果這個圖表太小 這張圖表太小 黑的有一張放大板 你看放大板也OK 放大板也OK 放大板也OK 下面呢 是講這杯咖啡的萃取率 額外無異那一張圖 大張的是比較大一點 看起來也沒問題 所以下面呢 是講咖啡的萃取率 那左左邊這一排呢 什麼0.8 這個就是它的濃度了 它的濃度 所以紅軸重軸是萃取率 跟濃度 好 接著我們來看 我們一個一個看喔 來看 這一條橫線 你看 一條一條一條下來 上面呢 還有一個寫個 七十克 六十五克 六十五十五 一直寫到四十克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總結 咖啡它使用的克數 它使用七十克的咖啡粉來沖咖啡 它使用六十五克 它使用六十克 每一條線 代表它用不同的克數來沖咖啡 那水呢 只有克是不夠的啊 那我還知道 我用多少的水來沖這個咖啡 這個水呢 都是用一千CC來沖 這樣自己記住喔 一千CC來沖 一千CC的咖啡 一千CC的熱水 來沖煮這七十克的咖啡 六十五克 六十五 一十類的咖啡 好 那要怎麼看這個表格呢 問題 為什麼大家計算機呢 因為今天呢 我們來沖 所以今天我們要查一個表格的話 我跟你講要怎麼操作 今天要查一個表格的話 他們講說 我用這個 我用一千CC的水 沖上五十五克的咖啡粉 我就是跑這一條線 跑這一線是什麼意思呢 今天呢 我用那台 測濃度的那台機器 那台機器呢 叫做TDS TDS 測TDS的濃度計 測完之後 它跑出來的濃度 假設是1.3的話 簡直是1.3 好 我先跑這條碼 五十五克這條線 然後測出來的濃度是1.3 1.3 1.1 1.1 1.3 找到 1.3 然後是五十五克這條線對不對 我們兩個人交界 會遇到的地方 這個地方 1.3過來 碰到我使用的這條線 五十五克 用一千克的水 從五十五克它會很 對到它這種 往下拉 我就知道我的萃取率 大約 如果比較接近 我大概是快接近21 我就知道我的萃取率 來到25% 這樣子我就用圖表的方式 來查出 我這杯咖啡萃取的到底是多少 我只需要 測出它的濃度 我就可以知道 它萃取的多少 但是這邊有一個小小小的問題 因為我們平時 不會有一千克的水來進去咖啡 所以就是為什麼大家要知道 水粉比 好 今天呢 我們使用水粉比 你可以算一下看 一千除以六十是多少 算一下一千除以六十是多少 十六點多 十六點多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是用多少特的水測 三百 三百 多少特的 像說水粉比 十八 水粉比是多少 十六點多 十八 算一算 就發現 也是十六點六六左右 所以我可以知道 我們今天 就會跑在這一條線上面 好 所以剛剛你們測的濃度就有意義了 這樣可以算得出 所以剛剛那杯咖啡的萃取率是多少 就算得出來 所以剛剛我們說算得出吧 我們剛剛煮不同咖啡 十六五 假設是 十六五 對 很低的話可以來擦乾 但是有時候煮比較淡 會跑到土表外面 這一條 對 對 假設我們四點幾十八的話 就會繼續在這樣 對 所以剛剛 剛剛的濃度具有意義了 我們可以透過這一張表格 機器測到濃度 然後跑我們這條對的水粉比 我就可以來分散一下 我的濃度 我的萃取率是多少 沒關係 我們這個線標出來 我會叫大家再衝另外一組 我們用另外一組來計算 我記得繼續講給大家 直接看喔 好 再重複講一次喔 這條是它的萃取率 這是它的濃度 這些呢 是使用一千克的水 對上多少克的咖啡 例如說對上七十 六十五 那因為我們平時 會用這麼多的水來沖咖啡 所以我們重點是要算出它的水分比 我們可以知道 剛剛如果算的這條是十六點 十六點六六 那五十五克這個水分比呢 大約是十八點一八左右 所以我們提升機按一下 一千去除掉五十五 就知道是十八點一八 這樣子我就知道 如果我今天要查這條線的話 我咖啡的水分比 就是一克的粉 一克的粉對上十八點一八克的水 沒有比抓十八克的粉 一克的粉對上十八克的水 就是跑克跑的這條線 好 所以呢 透過這樣子的圖表 我們可以查出 我們萃取率是多少 那大家可以查到中間這一塊 圖表上面看揮揮葉那一塊 你往下看 它下面的萃取率是多少到多少 那它的濃度數到多少 1.15到1.35 所以這個區塊呢 就是金杯認證說 這是一個金杯的咖啡 它譬如說 好喝的咖啡就是 你的縣如果是落在這一塊的話 就是一杯 它認為是一杯 好喝的咖啡 萃取率是18到22% 濃度是1.15到1.35之間 就是落在這個區塊 就是一杯好喝的咖啡 當你對過來的縣 會重到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一杯好喝的咖啡 好 好 看到這邊 先問一下 他們有什麼不清楚的 完全不清楚 哪裡不清楚 所以今天如果要知道咖啡的萃取率跟濃度 我們需要一台武器 來知道它的濃度 然後呢 對上 可能看我們哪一個水分比 哪一個比對 假設濃度測出來是1.2 碰到 我們用這條線 碰到之後呢 往下看 就會知道說 我的萃取率是多少 我們就可以給這杯咖啡 一個數字上的記憶 變成科學了 這杯咖啡我覺得好喝 那好喝的什麼意思呢 我的好喝原來是 下課 我的好喝濃度要到1.2 萃取率要 增長20% 其實你覺得是一杯好喝的咖啡 這杯好喝的咖啡 這杯好喝咖啡就可以 被科學的給提出來了 你說 唉唷 今天比較 嗯 比較好喝還是 今天話比較好喝 為什麼會不知道 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知道什麼 來吃 好喝的咖啡 好 還有一個疑問 這樣子給大家應該很多疑問 沒關係 我們現在要來操作 這應該要操作個幾次 大家對這圖表會更熟悉 他這個圖表其實是美國人 因為數學 差距出來也不一樣 那真的經費的話 我們還會消息一下 這個先喔 我們先沒有開始 現在要先應用這個查看法 現在先 這是一個比較初階的方法 其實到後面 如果這樣更進階的經費的話 我們可以不用圖表 直接用算 就算得出來 它是有點比較初階的 所以大家是用看圖表 跟查 對 什麼意思 溫度 對 因為其實你看 對 就不會同樣的經費啊 所以 哈囉 大家注意到這邊 哈囉 大家注意到這邊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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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到這邊 注意一下 剛剛有人問到一個很重點了 所以他認為這是他的經費 當你今天使用不同條線的話 你使用到這條線 你跑得到經費吧 什麼條線 什麼條線 勉強啊 他這個一個點 跟他交叉到 你不斷不斷 特別遺憾啊 所以只有這幾條 才能可以意出 他要經費 考試 才會考你這個 因為我們平時 不會要求你一定要怎麼經費 好 接下來我問你大家一個小問題 大家動動腦想想看 今天假如說我的咖啡 跑來這個點上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來聞看看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呢 好不好來 萃取率比較少 比較少 出去比較不足 不要說不足 比較少比較前面 那它濃度呢 1.2 是我們喜歡的 那這樣的咖啡 是不好的嗎 不是 不是 假如是我們店裡儲備他 假如是我儲備的話 我們會不會說什麼 所以我們教你經費是你 譬如叫你說 要全部經費 然後可惡更新 對 可惡問一個問題 所以像 在去比賽的時候 其實 其實真的前幾名 沒有 沒有很弱在紀錄 第一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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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 黃詠 黃詠 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 這個是通不通 譬如說我今天假如做到一個這個東西 問你好不好 你要會利用金杯表的分析 那這個分水比就明顯老闆太call 動作太少 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是濃度等一下 太淡 很淡 萃取過 就是一種 老闆很call的販東西 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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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會側出良性 對 所以 有關起來到 它肉質就太少了 這條件不會怎麼煮 都是這種風格 而且它煮過頭 煮到 這段天 萬一正常煮的話 濃度一定更淡 但是它要盡量拼上來 可是還是 還是煮過頭 對 所以其實金杯是幫助你分析 我們後面課程就會用這個表格 幫你分析 各種除法 那今天的任務 不要想太多 今天的任務我們先會用 先會用 慢慢 還有四堂課 慢慢在架構我們的分析 金杯的水量都是300星星啊 沒有 沒有 五四堂度跟那個 水準月 依照一個狀況不同 今天你要煮 看你要做多少課 多少份水分 重點是水跟粉的比例 對 每一條線有不同的自己的水分比 像這一條 切到這個金杯最多的 這就是18點 18顆 1比18 它就是1比16 它差不多1比20多吧 這個1比20 杯測的隨便比 對 對 所以杯測 所以杯測的最高就是那一條線 老師提到這一塊 這個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萃取率又高又淡的咖啡 大家有喝過 還記得嗎 就是我們在測 酒杯咖啡的時候 最後一杯很淡 但是它很苦 萃取率很高 就是在喝這一杯 所以 它這個有分很多的區塊 你落在不同的點 就代表自己的不同意思 你想我落在這一塊呢 它代表什麼 過度萃取 噢 萃得很厚嫩 沒錯 它可能很苦 而且還有怎麼樣 有很多用 那可能以前 比較喜歡喝災工的人 可能覺得說 欸 這樣會不會要才夠味 要補味 要素要夠高 所以並沒有說 欸 一定是這個最好喝 這個也會有人喜歡 在我們店裡比賽的時候 是有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沒有一個 這是一個過我風格的概念 你想呈現這杯咖啡什麼樣的味道 這樣圖表就可以很清楚 好 大家可能還是不太懂 沒關係 我們來透過一些實作來了解 我們來透過一些 分析筆的計算 其實 在下一頁 不然加那個 不然加那個 不然那邊被我好奇怪 因為有些不太多 所以你記算其實 我們 數學很好的話 或很常 你有計算機的話 你會把分析筆 把千數數的數字 直接轉進去 那水鑽一下 其實你以後就會比較一個問題 可是我自己是喜歡用心鑽的話 有點口訣 就是說豆子一層水幾層 水幾層豆子 所以剛剛有人問說 一定要300CC嗎? 沒有 萬一你用這條線 黃色的線的話 你水是400CC 水四層 豆子就要四層 所以你用這條線是55克 那假如我用400CC的話水四層 55克四層是多少? 我是4.2 會不會算? 就四折啦 拿四折 我四折就六 三 五 三 五 不是 我說你的 四成啦 40% 40% 22嗎? 不知道喔 你的數學比較好 歡迎欣賞的講 比如說我今天 大家數學不夠好的話 我泡500CC的咖啡 加500CC水 那我用紅色條線 水這樣是500 那豆量呢 水那邊540就是坎半 那豆量也一半 所以它60的一半的話就是 30 30 所以你數學萬一好的話 你就直接用這個方法算 不夠好的話 計算機 除一下 除完這個比例就是橙椎底 那比如說你知道這個粉水比是1比18.18 那你用20克 你就20去乘上18.18的於 所以看你要怎麼算其實 這只是一個數學問題 這水是含 就是水純粹 加水量 加水量 對 加水量 這粉水比是加水量 加水量 我分子比定義就是加水量 為什麼我分子比要定義加水量 有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是因為你沒有定義加水量的話 你的泡法會亂掉 第一個 你用手沖 有的人會看收水量 有的人會說加水量 在手沖是可以講的 可是你假如是沖泥濾杯 你不定義加水量的話 你怎麼知道收多少水 或者你泡Siphon Siphon你只有辦法看加多少水 你還沒有加多少水之前 你不知道收多少水 所以看不管用什麼泡法 這公司是套用任何泡法 所以分水比一定是套用在加多少水 而不是收多少水 因為收多少水 你要知道的話 除非你有用過濾式 而且你要用架高型的秤 就是你不能把秤放在上面 你還要架高 除非用那種方式 不然你永遠不知道 你預期要收多少水 所以我們分水比一定是 加收多少水 其實178顆豆子 豆子側面都是寫10顆的咖啡豆 加180ml的水 所以它的分水比比較接近這一點 接近這一點 所以它都是 分水比第一其實很清楚 概念勾風 就怕勾風不清楚的話 會有人會覺得是 到底是下面多少水 可是我們不喜歡這樣講 是因為這樣講法的話 你每種泡法的分水比是 不一樣第一 不一樣第一 所以我把分水比第一 同一種 這樣大家就不會搞錯了 OK 好 接著呢 我們馬上來實處看看 那回來之後呢 我們實處完一次 我們回到座位上 再來數 查看看我們萃取的分數 大家會更清楚 到底怎麼操作 我現在給大家一個數據喔 一樣是有 第一個人呢 第一個人呢 是充18對上300TC的數 充完之後呢 那一組你們要馬上來查圖表 算一下你的濃度跟萃取率是多少 你會發現 假如說我沒有達到 我要大家衝到 這邊今天上到 我要大家衝到這個框框裡面來 所以第一個衝到 他發現他的點跑在這個地方 或在這個地方 那你要怎麼調整 一直進到這個金杯裡面 學會遇到他前三難所學的喔 對啊 對啊 我們今天想要上來學這五東西 水粉筆粗細水三體這些東西 你要怎麼調整 所以第一個人呢 我會給每個人第一個人呢 給他一個數據 先這樣子衝 然後二三個人呢 要想辦法把這個調整 也是落在這個框框裡面的 當然越中間會越好 或者邊邊插邊也可以 但是重點是要進入這個金杯 對我現在要開始講 好 那第一個呢 水溫呢 水粉筆是怎樣給的嗎 水溫 91 一樣91 那粗細的話 重點是粗細 那靠近霸檯的話 磨到2.5 2.5 左手邊呢 小編這一台 那個 黃色這台牛鬥機呢 磨到4 磨到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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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想要 之後第二次煮 第一次 假設煮不到 第一次煮到的話 是我們講的 那萬一煮不到的話 這個水 改三顆 改三顆 所以喔 大家使用一樣 300克的水 用上18克的咖啡粉 第一個煮完之後呢 馬上去測它的濃度 測完濃度之後呢 來對這個表格 看看你的點 是落在哪裡 讓大家知道 18跟300 300克的水 跟上18克的粉 是哪一條線嗎 大家知道嗎 要怎麼算 今天我給你一個300克的水 對上18克的粉 要逃哪一條線 要怎麼找 那怎麼想 300除以18 300除以18是多少 16.67 好 你知道我這樣使用的水分比 是16.67了 那16.67是哪一條線 這一個 這一個 是這一條 對 找出那條線 那我們就知道 我們接著呢 就是會跑這條線 所以用這條線 來插我的水分比 去取冰 好 來 加油 好 沒問題的 你把它倒掉 然後開來充足了 嗯 今天的練習 希望它 瞭解什麼 運用 慢慢的聞 大家知道 好不好 我們兩個也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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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專精注意他們啊 哈哈哈哈 他不可以死 其實可以死 但是我們每次都要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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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